六三紀澳門迎來疫情之後 首次出外比賽的機會 來到內地城市大連和緬甸鐵友誼賽 賽事以閉門方式進行 澳門早段迎來機會 只是艾美達全中沒有人接應 緬甸三日前和國家隊進行了一場友誼賽 當時輸0比4 單班回後 倫木昂第一時間起腳 門將韓文輝阻止不到入球 23分鐘緬甸領先1比0 雙方過往三次交手 澳門全敗失了9球 最近一次是5年前的亞洲杯岸為賽 當時輸0比1 緬甸之後再有機會改寫比數 入球功臣倫木昂想頭途報理 但單班近門射出界 半場澳門落後一球 緬甸目前世界排名160位 而澳門就低對手22位 換邊之後 彭志亨禁區外試一腳不中框 下半場澳門有不少射門 梁志誠推過對手摘位起腳 但被門將接收 無法修復失地 原場前保持階段再失球 域圖在禁區內犯手球 球證判罰12碼 激營由隊長孟茂倫操刀射入 最終澳門輸0比2 領隊奧利華拉上暗後 澳門錄德兩年敗 分別不敵新加坡和緬甸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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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